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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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就不会看到蓝眼 那只能是A1自己咯 A2知道 A2知道 A3知道 岛上有蓝眼人 那原来A1是否知道呢 他不知道 因为如果A1不是蓝眼人 而只有A2和A3两个蓝眼人呢 A2就不知道A3是否知道 岛上有蓝眼人了 那用三体语言来说呢 大家的思维方式啊 构成一条 构成一条猜疑链 构成一条猜疑链 一路退下来你就可以明白了 在有N个蓝眼人的情况下 有获得的信息就是那个N阶的知识 就是A1知道 A2知道 A3知道等等等等 一直到AN知道 岛上有蓝眼人 那理解这种表述呢 当然比理解我最熟说的那个 每过一天技术系加一 比这种推理啊有困难不少 而且啊 这种所谓N阶之四的表述呢 冗昌的要命啊 但是 最重要的是 我们确实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提醒 因此我们确认了第二个答案的正确 也就是说啊 N天以后 N的蓝眼人都自杀了 同时呢 也解释了第一个答案 为什么不正确 就是说 为什么没有任何事发生的这个答案不正确 那如果我们要做一些更加深入的思考 游客的话 为什么能够带来新信息呢 这就又有很多内容了 我们下次再来讨论 上期视频当中 袁老师跟大家讨论了蓝眼睛倒的问题 留下了这样一个疑问 游客的话 为什么能带来新信息呢 大家回去之后 有没有在那深入思考呢 那我们来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啊 游客的话 为什么能够带来新信息 这个答案是啊 因为它做的是一个公布 是一个广播 即使它公布的内容呢 是大家早已知道的 但是公布这个动作本身啊 就会造成一个重要区别 就是现在所有人不但知道了公布的内容 而且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还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如此等等 以至于无穷 而在公布之前呢 大家只知道那内容本身 不知道别人的知道 由此啊 就可以引出一个重要的哲学的辨析了 陶志轩对于这个蓝眼睛倒问题的标准回答是 请参见维基百科的common knowledge 这个词条 这个词条告诉我们啊 如果一件事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那么这件事呢 称为mutual knowledge 而如果一件事啊 不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而且是所有人都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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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等等 以至于无穷 那么这件事就称为common knowledge 那这样的书语怎么翻译呢 有人把这个mutual knowledge 称为一般性共识 把这个common knowledge 称为更深入的共识 也有人呢 把mutual knowledge称为共识 把common knowledge称为常识 那我的感觉是啊 mutual knowledge和common knowledge 这样的名字啊 从一开始呢 就起的不是很好 因为英文里边啊 mutual和common都是共同的意思 读着就很难看出区别了 甚至你都很难看出这样的者 到底哪个强哪个弱啊 那为了表达这样的术语的内涵呢 我建议啊 把mutual knowledge称为弱共识 或者是沉默共识 而把common knowledge称为强共识 或者是公开共识 那用这样的名称呢 应该就一目了然了 有助于读者的理解 那么在游客发言之前呢 岛上有蓝眼人 这是一个弱共识 或者说是沉默共识 但不是一个强共识 或者说公开共识 在游客发言之后呢 岛上有蓝眼人 就被提升成了一个强共识 或者说公开共识了 强共识包含了比弱共识更多的信息 所以当然就可以导致更多的后果了 那理解了清楚这个理论框架 我们就可以轻松解决一些常见的疑难了 例如这个问题 岛上的眼睛的颜色是两种 还是更多种重要吗 回答是不重要 因为在这重要的只有两个选项 就是蓝色或者不是蓝色 实际上前面我们说的那位漫画家SKCD 他的表述就特意强调了这一点 他说岛上有蓝色的棕色的 而那位宗教领袖是绿色的 每个人还可以怀疑自己是红色的 因此在陶瑞轩给出那个问题的版本当中 有人说在第101天 剩下的900名棕眼人也自杀了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棕眼 这点其实是无关紧要的 那如果题目里面明确了 岛民知道岛上只有两种眼睛的色 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但是如果岛民不知道 岛上有多少种眼睛的颜色 那么就不会发生 这个不重要 那么为什么在游客来之前 早上没有人自杀呢 这个回答是因为那时候 大家只有弱共识没有强共识 在这个问题的条件下边 那个弱共识是不会产生后果的 因为在只有一个来人 这个最简单的情况下 他没有任何线索 来判断自己的眼睛颜色 因此在来人多余一个的情况下 人们也无法开始那个地规的推论 换句话说就是 没有计时开始的日期 那游客能不能通过改变说话的内容消除伤亡呢 比如说游客说的不是岛上有蓝眼人 而是你们每个人都能看到蓝眼人 所以你们每个人都知道岛上有蓝眼人 或者你们每个人都能看到至少三个蓝眼人 所以你们每个人都知道岛上有蓝眼人 这不死雷看起来 这回答是不能 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游客说的内容 而是公布这个动作 事实上你可以推理出来 如果游客说 你们每个人都能看到至少三个蓝眼人 那结果是什么呢 那会使所有的蓝眼人自杀的时间提前三天 我们把这个推理留给读者作为练习 那真正重要的结论是 游客一旦开口谈论岛上的某种眼睛颜色 就必然会造成伤亡 他不可能通过改变谈论的方式来消除伤亡 因为如果没有游客光明而岛民之间交流过 比如A1跟大家说 你们每个人都能看到蓝眼人 所以你们每个人都知道岛上有蓝眼人 那么这样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这就跟游客发现的效果是一样的 一旦公布 就把弱共识变成了强共识 因此还是会死一片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了 题目里面为什么强调 岛民平时是不许谈论眼睛颜色的话题的 那么如果没有游客的光明 而一些岛民之间做过私下的交流 比如A1跟A2互相说 你能看到蓝眼人 所以你知道岛上有蓝眼人 那么会怎么样呢 这个回答就有意思了 如果是私下的交流 那么就没有把弱共识变成强共识 帝国人的推理仍然是没有起点 所以不会有后果 那么最最有趣的是 即使有很多组织都进行了私下交流 比如说A1跟A2 A1跟A3 A1跟A4 一直到A1跟A100都聊过了 A1跟所有的其他人都单独聊了一圈 他掌握了其他所有人的情报 这个私下交流的网络已经覆盖了整个集体了 但是由于这样的交流 没有把弱共识变成强共识 所以仍然不会造成后果 我们把这个推理留给读者作为练习 再一次思想的微小练习笔记 那么如果题目中没有自杀 只能在每天周五 或者说渡轮只在每天晚上来这样的设计 变成自杀或离开这样的事件 可以在任何时间发生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就有意思了 这样会导致所有人都互相看着 谁也无法得到任何结论 因为这没有一个时间的不长了 这相当于把离散的测量 变成了连续的测量 在量子力学当中 有一个有趣的效应 叫做量子之诺效应 它说的就是这种现象 如果对于处于某个状态的体系 不断地进行测量 就会导致这个体系停在最初状态上 不动了 量子之诺效应经常被比喻为 盯着的水壶总是烧不开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以上我们考虑了蓝宁脑问题的几种变体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说 这个问题还有两个官方的变体 这话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陶哲轩在他的博客上面 提出了两个附加的问题 第一个是 如果游客在发言后的第二天 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那他有没有办法减少伤亡呢 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游客意识到错误 不是在发言之后的第二天 而是又过了几天以后 他有没有办法减少伤亡呢 这两个附加的问题 又非常有意思了 如果你以前没有见过这两个问题 那请先仔细思考一番 然后再往下看 那我和陈景讨论以后 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游客可以在第二天指质某个蓝眼人说 他就是蓝眼 战一来 死人就会死掉 而其他人的推力链销就断了 因此其他人就不会死了 我们把这个推理留给读者作为练习 那这个补救的办法呢 可以看作是 牺牲了一个人 拯救了一群人 当然了 选择牺牲哪一个人 这是一个道德困境 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而如果游客是在M天以后 才一刷凑 这个M大约一了 那么这个时候 只指出一个蓝眼人就不够用了 即使死掉了一个 其他人呢 最终还是会推理出自己是蓝眼人 所以啊 这个时候的补救办法就是指出M个蓝眼人 这样呢 其他人的推理链条才会中断 我们把这个推理留给读者作为练习 大家下去以后要完成好布置的作业哦 思想的微笑到他这批基因 那除此之外呢 曾经又考虑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 就是说啊 游客可以把一个或者一群蓝眼人带走 其他人啊 不知道这些人后来怎么样了 推理链条就会中断 我们把这个推理留给读者作为练习 那这要注意了啊 游客带走的必须是蓝眼人 如果是其他的颜色呢 就没有了 由此呢 又会得到一个有趣的点了 那被带走的人呢 千万不能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游客挑出来带走 那如果知道的话 他们就明白自己是蓝眼的 他还是要死吧 所以呢 游客必须要假装仍然不知道岛上的规矩 他必须忽悠一个或者是一些蓝眼的岛民跟他走 那怎么够忽悠呢 比如说啊 他请岛民跟他去游览外面的世界 他完全不提眼影颜色的事情啊 总之呢 游客不能说出他的计划 必须默默地做事 哎 这是不是令你想起了三体中的面壁者 好 以上啊 我们讨论完了蓝星岛这个问题本身 下面我们来考虑一下 其中的道理呢 在生活当中有什么应用 那这个强弱共识之间的区别啊 有一个笑话就反映得很生动 说是有一个人得了妄想症 总是幻想自己是一条虫子 生化一只鸡来把自己吃掉 医生啊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说服他相信自己不是虫子了 医生就问他 哎 现在你知道自己不是虫子了吧 这个人就回答 哎 我知道我不是虫子了 但是我不知道鸡是不知道啊 哎 他非常有理智的对吧 那么在文学作品当中呢 强弱共识 最经典的例子啊 就是安徒车的童话 皇帝的新装 皇帝没穿衣服这一点啊 本来是一个沉默共识 或者说是一个弱共识 但是当那个勇敢的小孩说出来之后呢 就变成了公开共识 或者说是强共识 事实上啊 陶测轩 曾经引用皇帝的新装和蓝宁岛的问题 在2010年的6月就是美国大选期间写过一篇博文 他说啊 特朗普 东南特朗普 不适合当总统啊 这是一个弱共识 应该有人把它说出来 变成一个强共识 哎 这真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啊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 东南特朗普还是当上了美国总统 给世界制造了很多的混乱和笑料啊 还有呢 我的科大师兄朱松纯 是位著名的人工智能的专家 UCLA的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教授 他跟陶测轩是同一个学校的同事了啊 朱松纯呢 写过一篇很长的演讲稿 叫做浅谈人工智能 现状任务架构与统一 这个标题啊 叫做浅谈 但内容呢 却是我见过的 对于人工智能最深刻的分析 其中有一部分啊 是他对于语言通讯 提出的一个认知模型 朱松纯说 两个人之间 至少要表达五个脑袋就是minds 就是我知道的东西 你知道的东西 我知道你知道的东西 你知道我知道的东西 还有我们共同知道的东西 你看强弱共识就是这里一个基础 朱松纯的这篇演讲呢 大家可以在2018年8月7日的风云之声看到 强烈的推荐大家去阅夺 虽然此文是很长很硬 但是如果你啃下来了一定会大有收获的 还有一个称是强弱共识的例子呢 是芯片业业中的摩尔定律 大多数人都知道啊 这条定律呢 是英特尔的创神之一 Golden Moore提出来的 他说的是芯片的性能 大约每过一到两年就会翻一翻 但是这是一条什么性质的定律呢 许多人就不太清楚了 实际上呢 摩尔定律啊 可以理解为英特尔公司技术发展意志的体现 参见于鹏昆的文章 英特尔走过了50年 中国高科技企业能借鉴什么 总结出摩尔定律这个规律呢 可能并不复杂 但是把这个规律说出来 作为路线图就尤为不易了 为什么呢 因为高科技创新啊 作为一种市场行为啊 具有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特点 因此呢 很多企业对待行业科技变化太多啊 都是咬牙勉强跟随 甚至是能省就省啊 比如说 世界上大多数运动鞋子品牌的生产线呢 都是四到五年更换一次 但是又很少有运动品牌啊 宣传说自己的生产线保证四年就更新一次 搞出个什么耐克定律之类的 又比如说 世界上的药物企业 平均大概每12年到15年 就研发出一种比较成功的药物 但是啊 没有哪家药企提出一个所谓12年研发一款特效的所谓败尔定律 企业这种对于研发风险的抗拒和厌恶呢 是天然的 不分国内国外的 当然了 他们的借口可能是多种端的 比较浅显的说 我们的售后好 或者说我们的优势是服务 那深奥一点呢 可以说是 消费者买的是我们的文化 或者是我们走贸工记录线 或者是号称引进吸收再创新 如此等等啊 相比之下 英特尔敢于直面技术竞争的勇气就显得特别的可贵啊 看来牙膏也不是好挤的呀 是啊 实际上大家不要鞭打快牛 实际上英特尔正是因为他们这么努力 所以才让你有牙膏可挤啊 并不是他主动要挤牙膏的啊 那么这个摩尔定律呢 从弱共识变成了强共识以后呢 整个芯片业的产业力啊 它就以此作为一个明确的目标 相关行业的主流企业群体啊 都按照这个路线图来规划 互相配合 这种事啊 如果在中国那是谁干的呀 这应该是发改委安排的 业界的紧密合作呢 就创造了芯片业几十年的辉煌 在这个意义上啊 摩尔定律呢 就好比五年计划 这是一个强共识的典型代表 那最后还有什么事情算得上是强共识呢 通过一个概念框架 我们能够把这么多包罗万象的事物联系起来 这就是数学的威力 数学是有趣的 这一点应该成为强共识 所以让我们一起说出来 数学是有趣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教师节到了 让我们对全世界所有的教师 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 也祝袁老师教师节快乐 谢谢 作为一个教师 我最近的一项教学活动啊 就是给同学们讲解一个著名的逻辑问题 蓝眼领导问题 这个问题呢 来自当代的天才数学家 为日子讲获得者陶哲轩 在2018年8月16日和23日 我做了两期科技原人视频节目 来详细解读蓝眼领导问题 那么讲解的效果怎么样呢 我欣慰的看到啊 许多同学看明白了 有些同学呢 不但是自己完全理解了 而且呢 还写了许多有识度的评论 帮助其他同学理解 例如B站的莫荒基同学 这样的学生啊 是最有前途的 那这是令人欣慰的啊 令人不那么欣慰的是呢 仍然有许多同学没看明白 最令我失惊的是 许多人的疑惑啊 是我在视频中 已经清清楚楚解读过的 例如啊 我已经明确说了 如果没有游客 岛上的人不会自杀 但是呢 许多人仍然认为 在游客来之前 岛民就应该自杀 又如啊 我已经明确说了 游客带来了新信息 但是呢 许多人仍然认为 游客没有带来新信息 我在评论区啊 看到了很多长篇大论的谬论 把各种有可能犯的错误啊 都犯了个遍 哎 我不禁想问了啊 你们与其费这么大劲 写不多漏洞百出的东西 为什么不先好好看看视频呢 难道你们没发现 你们的问题 老是在课堂上 早就回答过了吗 由此可见啊 许多人的问题是 阅读理解能力太差啊 这是个非常基本的缺陷 是最基础的学习能力 沟通能力的问题 有这种缺陷的同学们 请注意了啊 如果不先改进阅读理解能力呢 那么你很难跟别人进行有效的交流 你即使很努力的想学习什么 思考什么 也很容易变成事倍功半 把自己和别人都累的半死 结果呢还是错误百出 以上啊 是说明阅读理解问题的重要性 从我这个角度而言呢 可做的就是换一种叙述方式 尽可能明晰的重新给同学们讲解一下 拦你脑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很奇妙 是因为其中涉及到若干的层次思考 不像一般的问题啊 只涉及一个层次 许多同学呢 在低层次上能想明白 但在高层次上就过不去坎了 被绕得七荤八素 如果我们明确的指出 拦你脑问题分为哪些层次 想必会对同学们大有帮助的 那么由我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针对蓝眼精英岛 整理出的十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 这个问题本身的答案是什么 回答是 游客说话之后 N天所有N个蓝眼人一起自杀 那第二个层次是 宗眼人会不会自杀呢 回答是不会 因为他们不知道 岛上的眼影颜色只有两种 第三个层次是 如果没有游客 到底你们会不会自杀 回答是不会 因为没有推理的起点 那第四个层次是 为什么我们要关心 游客有没有带来新信息这个问题 回答是 只有新的信息才能造成新的结果 这是一个常识 但蓝领导问题似乎推翻了这个常识 我们希望搞清楚 错误的是这个常识 还是游客没有带来新信息这个印象 那么第五个层次就是 游客到底有没有带来新信息呢 回答是 确实有 新信息啊 不是游客的话 岛上有蓝眼人 而是一个N街的知识 这是超越常规令人吃惊的 第六个层次是 为什么这个N街的知识是一个新信息呢 回答是 因为在游客公布之前 通过互相观察 岛民们最多只能获得N-1街的知识 第七个层次是 这个新信息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回答是 新信息是岛民们有可能通过一个判决性的实验 来推出自己的眼睛眼色 这个判决性实验的做法呢 就是等待和观察 第八个层次是 在逻辑学上 我们要如何描述游客发言的效果呢 回答是 游客通过公布一个岛民早已知道的信息 把它从弱共识提升到了强共识 第九个层次是 如何解答蓝眼睛岛的问题的各种变体 例如 游客在第二天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伤了 回答是 如果你理解了前面这八个层次 那么你就能解答各种扩展问题 而如果呢 你前面就在某个层次下坑了 那么你当然就会被越绕越糊涂了 那么最后一个层次就是 在现实生活中 哪些现象可以用这个道理来理解呢 回答是 就是我在原文中举那些例子 比如皇帝的新装啦 语言通讯模型啦 或者摩尔定律等等 请注意啊 许多人举暗恋和表白的例子 但这个例子是错误的啊 暗恋和表白呢 并不是把弱共识变成强共识 而是原本就没有共识嘛 不要忘记弱共识也是共识哦 一个蓝眼睛道问题 竟然能引出十个层次的思考 真是非常惊人啊 那么也请各位观众朋友们 仔细想想看 自己思考到了哪个层次呢 你能达到层次越高 就说明你的思维越有深度 如果你完全理解了 所有的十个层次 那么祝贺你 你的思维非常清晰 而且有创造性 我们希望你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如果你卡在了某个层次呢 那么请仔细想想 自己缺乏的是什么 是什么阻止了自己做出深入的思考 好 下面我们就以尽可能简单清晰的语言 依次解读蓝眼睛道问题的这十个层次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问题本身 在一个岛上住着一个部落 这个部落由一千人组成 这些人有多种眼睛颜色 他们有一种宗教信仰 禁止他们了解自己的眼睛颜色 甚至禁止他们讨论眼睛颜色这个话题 因此每个居民都能看到其他所有居民的颜色 但却不能发现自己的眼睛颜色 这里没有镜子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哦 如果一个岛民知道了自己的眼睛颜色 那么他们的宗教就会强制他们 第二天中午在村庄广场上自杀 让所有人都看到 所有的岛民都非常逻辑和非常虔诚 他们也都知道其他人也非常逻辑和非常虔诚 在这里呢 非常逻辑的意思是 如果从岛民已知的信息和观察中 可以推理出任何结论 那么岛民必定会知道这个结论 而实际上呢 在这一千个岛民中 一百个人的眼睛是蓝色的 九百个人的眼睛是棕色的 不过岛民最初并不知道这些数据 因此他们每个人只能看到 除自己之外的 九百九十九个人的眼睛颜色 而看不到自己的眼睛颜色 有一天 一个蓝眼睛的游客来到了岛上 并且取得了部落的完全信任 一天晚上 他向整个部落的人致辞 感谢他们的款态 然而由于不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 这位游客犯了一个错误 在他讲话中提到了眼睛的颜色 他说了一句 真是有趣啊 在这里能看到像我这样的蓝眼睛的人 请问游客的失言会对部落产生影响吗 如果会 那么是什么影响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最快速而且严格的方法是 用数学归纳法来证明下面这个定义 如果岛上有N个蓝眼人 那么在游客发现的N天以后 所有这N个蓝眼人一起自杀 大家都知道数学归纳法是什么吧 知道 这是一个高中的数学知识 如果没学过的话 我来解释一下 如果一个与自然数有关的命题Fn 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那么这个命题呢 就对于所有的自然数都成立 这样一个条件是 第一对于N等于1的情况F1成立 第二对于任何一个自然数K 假如FK成立 就可以推出FK加1也成立 显然根据这样一个条件呢 从F1成立就可以推出F2成立 从F2成立就可以推出F3成立 如此等等 无限地推下去 结果呢就是对所有自然数都成立 好 我们来用数学归纳法 证明蓝阴岛问题的上述定理 如果岛上有N个蓝眼人 那么在游客发言的N天以后 所有这N个蓝眼人一起自杀 那对于N等于1的情况 就是说 岛上只有一个蓝眼人 他在听到游客说 岛上有蓝眼人之后呢 四处一望 没看到蓝眼 立刻就推出了 游客说的蓝眼人就是他 于是呢 他会在游客发言之后一天自杀 那如果对于N等于K的情况 这个命题是成立的 现在我们来考虑N等于K加1的情况 那基于N等于K情况下的命题呢 这K加1个蓝眼人当中 每一个都会做这样的推理 我看到了K个蓝眼人 假如他们就是全部的蓝眼人 那么过了K天之后 他们就会一起自杀 而假如他们没有在K天之后一起自杀 那就说明蓝眼人不止K个 那唯一可能的其他蓝眼人是谁呢 那就是我自己 于是他等待了K天 然后看到没有人自杀 由此得出结论 自己是蓝眼人 每一个蓝眼人都做出了这个推理 都知道自己是蓝眼 因此K加1天之后 所有是K加1个蓝眼人一起自杀 也就是说呢 从这个命题在N等于K的时候 成立这个假设 我们推出了 它在N等于K加1的时候也成立 这两点啊 就满足了数学归纳法的条件 因此呢 这个命题对于任意的蓝眼人数都成立 我们证明了 它是一个定理 就原题目而论呢 答案就是在100天以后 所有这100个蓝眼人都自杀了 这个证明过程你完全理解了吧 没有理由了吧 好 完全理解了 我们就继续上下课 那搞清楚了第一个层次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层次 中眼人会不会自杀呢 看一下导民做的推理啊 你就可以发现 他们对于自己眼睛颜色呢 只是在两种可能性当中选择 蓝色或者不是蓝色 那如果一个人确认自己眼睛不是蓝色 那么仍然可能是棕色 可能是红色 可能是黑色等等 因此啊 他还是不知道自己眼睛颜色 所以不会自杀吧 那在这个题目中呢 岛民们一开始是禁止讨论眼睛颜色的 因此啊 他们不知道岛上的眼睛颜色只有两种 游客呢 能看到岛民的眼睛颜色只有两种 但是并没有告诉他们这一点啊 因此呢 那些非蓝眼的岛民啊 没有任何线索 知道自己的具体颜色 在蓝眼人自杀之后呢 他们不会自杀 在评论机看到啊 有人推来推去得到结论 东眼人会推出自己是蓝眼人而自杀 哎 这得是东方不开窍才会得出这种结论啊 岛民进行的既然都是正确的推理 怎么可能推出违反事实的结论呢 哎 这些同学们是不是认为自己经常推出错误的结论 所以岛民也会这么做啊 拜托 请仔细审题 题目说的是岛民都非常逻辑 能推出来的他们一定会相信 推不出来的他们一定不会相信的 在以上这些分析中呢 我们不需要考虑 宗眼人思维的任何细节 就可以得出基本结论 如果你还是提心吊胆 就像我在分析 王师傅卖鞋收假钞 那道题的时候指出那样 对于自己把握整体结构的能力 没有信心 一定要看到每一个细节 那么我们也很容易 列出宗眼人的思考过程 游客说话以后啊 宗眼人就想了 我看到了N个蓝眼人 假如他们就是全部的蓝眼人 那么过N天之后 他们就会一起自杀 而假如他们没有在N天之后 一起自杀 那就说明蓝眼人不止N个 而唯一可能的其他蓝眼人呢 就是我自己 于是他等待了N天 结果看到这N个蓝眼人 在N天以后都自杀了 由此他得出结论 自杀的是N个人 就是全部蓝眼人 自己眼睛不是蓝色的 然后呢 然后推理就结束了 因为没有计目的线索 知道自己眼睛是棕色红色 还是黑色等等 这些非蓝眼的岛民继续活着 那还有一个常见的误解是 宗眼人也会自杀 因为他们也在怀疑自己的蓝眼人 拜托请仔细审提 题目说的是 只有完全确定自己的眼睛颜色的人才会自杀 自杀是因为确定 而不是因为怀疑 岛民是不会单纯因为怀疑就自杀的 想歪到这条路线上的同学 大概是把现实生活的经验跟题目混为一谈了 现实生活中呢 确实有许多人因为怀疑而自杀 但是你不要捞补到题目当中来啊 那么搞清楚了第二个事情 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程序 如果没有游客的话 早明后会自杀呢 回答是不会 请仔细看前面数学归纳法的证明过程 数学归纳法需要两个条件啊 第一条件是对于n等11的情况 f1成立 第二条件是对于任意一个自然数k 假如fk成立就可以推出fk加1也成立 那对于现在这条题目呢 第二个条件 无论有没有游客都成立 但是第一个条件呢 在没有游客的时候不成立 因此呢 没有游客时就不能得到任何结论了 为什么第一个条件在没有游客的时候不成立呢 这个时候你要考虑的 是岛上只有一个蓝眼人的情况 他向外望去看到999个宗眼人 仅此而已 没有一个外在的信息员告诉他 岛上有蓝眼人 因此啊他无法推出任何结论 由此可见啊 游客的发言在这条题当中是必不可少的 他提供了一个推理的起点 在评论区里呢 经常看到有人认为 在游客来之前蓝眼人的岛民就应该自杀 他们以为啊 这条题的推理过程告诉我们 只要岛民们都知道岛上有蓝眼人 蓝眼人最后就会自杀 而在游客来之前呢 岛民们通过互相看就知道了 岛上有蓝眼人 因此啊 压根不需要游客 蓝眼人就会自杀了 错了 大错而特错 只有在蓝眼人多于一个的时候 才能通过互相看 知道岛上有蓝眼人 但是呢 在只有一个蓝眼人的最基础的情况下 这个蓝眼人就无法知道岛上有蓝眼人 一个低规推理 第一步的基础没了 后面还能推出什么东西来呢 现在我们搞清楚了第三个层次 来谈第四个层次 为什么我们要关心游客 有没有带来新信息这个问题呢 回答是 只有新的信息才能造成新的结果 这是一个常识 但是呢 蓝尼岛问题啊 似乎推翻了这个常识 因为啊 一眼看不出来 游客带来了什么新信息 我们希望搞清楚 错误的是这个常识呢 还是游客没有带来新信息这个印象 这里啊 我们需要强调一下 只有新的信息才能造成新的结果 对于逻辑系统呢 这不但是一个常识 而且是一个真理啊 因此啊 合理的思维方向 应该是尽力寻找游客带来了什么新信息 这就好比在物理学当中 能量守恒定律 是一条深深扎根在人们头脑中的原理 每当有新的实验现象 显得能量似乎不守恒的时候啊 物理学家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 去寻找遗漏的能量 让能量守恒定律仍然成立 而不会不经过战斗 就轻易的放弃能量守恒定律 那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啊 许多人呢 轻易都就放弃了 只有新的信息才能造成新的结果 这个常识 大谈特谈所谓 游客没有带来新信息 那如果没有带来新信息 那么游客作用是什么呢 他们发明了种种说法 例如游客带来一个技术的起点 游客提醒大家思考眼睛的颜色 游客给大家思考时间做了同步等等 那这些说法呢可能对 也可能不对 我在这里啊顾不上一一变息 但是真正重要的是 这些说法都是事后的描述 而不是事前的解释 你是先理解了第一个层次的结论 然后把游客的作用比喻成各种东西 这些话说再漂亮也只是比喻而已 那对于当前这第四个层次的问题 就是游客有没有给出新信息 你还是在回避问题吗 甚至直接就给出了错误的答案 现在我们来看第五个层次 那么游客到底有没有带来新信息呢 回答是确实有 请注意啊 这里是蓝眼睛岛问题真正的困难所在 难度比那个第一个层次的数学归纳法推理要高得多 许多人呢能够理解第一个层次 还能滔滔不绝的写一大段形象的描述 来解释来人的思维过程 但是呢在这第五个层次上却错误摆出 死活理解不了游客带来的新信息 在这里啊我必须要挑一下黑板 提醒同学们注意我说的每一句话 一定要原原本本的理解我说的每一个要点 直接面对智力的挑战 你才能翻越这座山峰 如果你自己脑补自动忽略了我讲的某些要点 按照在你看来最容易的方式去理解 那么你必然就会在无数种可能的错误之中大转 永远也搞不清这个问题的精妙之处 那我们先来描述答案啊 游客带来的新信息呢是一个N街的知识 如果啊把这N个蓝眼人称为A1 A2 A3 一直到AN 那么游客给A1带来的新信息呢就是下面这个名字 A1之道 A2之道 A3之道 省略号 AN-1之道 A1之道 岛上有蓝眼人 这个命题啊虽然很长 但它确实是一个命题 跟一般命题不一样的是啊 这个命题当中出现了知道这个词 而且出现了N字 因此啊 我们把它称为一个N街的知识 knowledge 一个命题当中出现了多少字知道 我们就把它叫做多少街的知识 那下面呢 我们把岛上有蓝眼人这个命题记为P AN之道P 是一个一街的知识 我们来把这个命题记为K1 AN-1之道K1 是一个二街的知识 我们把这个命题记为K2 如此等等 那最后呢 游客带来的新信息啊 就是A1之道KN-1 这是一个N街的知识 我们把这个命题记为KN 那为什么KN是一个新信息呢 这就是第六个层次的问题 我们可以证明啊 在游客发言之前 岛民们通过互相观察 最多只能知道N-1街的知识 不能知道N街的知识 诶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啊 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演员的演色 他在推测别人怎么想的时候 只能考虑别人之间的互相观察 不能考虑别人观察自己的结果 这就意味着啊 每多一重知道 知识每身高一阶 那作为知识来源的人数呢 就减少1 例如啊 对于K1 也就是说 AN之道P 我们说过了啊 P就是岛上有蓝眼人这个命题啊 AN呢 可以通过观察 其他N-1个蓝眼人当中的任何一个 来推出P 他只需要扣除自己就行 那这个知识来源呢 有N-1个人 那对于K2 就是AN-1 之道K1 那么AN-1呢 就需要扣除自己和AN 那这个知识来源呢 就只剩下了N-2个人 那意思类推啊 对于KN-1 也就是 A2之道KN-2 那么A2呢 就需要扣除从自己到AN的所有人 也就是扣除了N-1个人 那么这个知识来源呢 只剩下一个人 就是A1 那么对于KN呢 所有的N个人都被扣除了 都不能作为这个知识来源 但是啊 一个知识至少要有一个来源啊 因此呢 KN根本就不是个知识 这是个假命题啊 由此可见啊 通过互相观察 是无法得到KN的 最多只能得到KN-1 那么在游客发言之后 为什么就能得到KN了 因为这个时候呢 游客成了一个公开的信息来源 每个岛民都可以从他这儿知道P 不再需要通过互相观察 推来推去了 而且每个岛民都知道 其他人都从游客那里知道了P 因此啊 岛民们不但是一下子知道了KN 而且还一下子知道了KN-1 KN-2 以至于任意高阶的知识 不过呢 岛上只有N个来源 那如果知识高于N阶 里面出现的人啊 就必定有重复的 就好比A1之道 A1之道某某事儿 这就没有太大意思了嘛 而且啊 带来了额外复杂性 对当前的问题没有帮助 因此啊 我们只关注KN这个新信息 就足够了 那现在我们可以确认 游客确实带来了新信息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 评论区啊 有很多人说 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游客没有带来新信息啊 因为岛民早就知道 岛上有蓝眼人了 拜托 请仔细看我的视频啊 我一上来就明确告诉大家了 新信息不是岛上有蓝眼人 而是那个恩金的知识啊 为什么你们不能好好听别人说什么 而非要自己脑补一通 做一大堆错误的推理 百百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呢 孔子早就说过嘛 学而不思则往 思而不学则待 如果你们学不会认真听别人说话 那么以后你们犯错的地方还多着呢 游客确实带来个新信息 这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我们维护了 只有新信息才能造成新结果 这个常识 解决了一个对于常识的挑战 那解决这个挑战的办法呢 是向前走 把游客带来的新信息明确的指出来 而不是兜圈子 用所谓游客让大家开始思考了 游客给大家对时了 之类的话 来搪塞 来回避问题 那至于有些人说 游客没有带来新信息 那轻易的就放弃了常识 那就更加是错的没边了 那我们终于搞清楚了第六个层次 现在来看第七个层次 KN这个新信息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回答是 这个新信息立刻是导民们认识到 他们有可能通过等待和观察 来推出自己的眼睛颜色 用物理学的语言说 他们可以做一个判决性的实验了 这个判决性实验的做法呢 就是等待和观察 判决性实验啊 在科学当中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例如啊 爱因斯坦预测 光线经过太阳附近的时候呢 会偏折 这就是一个判决性的实验 是广义相对论 获得公认的一个关键证据 在蓝领岛问题当中呢 游客发言之前 岛民是没有判决性的实验可做的 游客发言之后 岛民就有了一个判决性的实验 在这里啊 一点有趣的事 岛民的判决性实验 并不是立刻就能做的 而是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那同样用上面这个类比啊 爱因斯坦建议的光线偏射实验 也不是立刻就能做的 而是要等到日全时的时候 否则呢 远方恒星的光啊 就会被太阳发出的光淹没了 因此啊 岛民们意识到判决性实验的存在 这件事呢是立刻就发生了 但是这个实验的后果啊 却不是立刻就能显现出来的 哎我们需要强调一下啊 KN这个新信息呢 是在游客发言之后 立刻就获得了 评论区里边有不少人认为 游客刚发言的时候 没有新信息 只是在看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而没有自杀的时候才得到新信息 我们必须指出 这种看法是错的啊 虽然这么想的人 已经做了很多思考 但是结果还是错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八个层次 在逻辑学上如何描述 游客发言的效果呢 回答是 游客通过公布一个岛民早已知道的信息 把它从弱共识提升到了强共识 这个操作产生的新信息呢 并不是公布那个信息本身 而是一个恩接的知识 强弱共识的说法 在本质上 跟恩接知识的说法是等价的 不过呢 用起来又方便得多 所以以后啊 我们都来用它 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 强共识的定义是 如果一个信息 所有人都知道 而且所有人都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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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等等 以至于无穷 那么这个信息是一个强共识 这要点是什么呢 是以至于无穷 在评论区有不少人说啊 游客发言之前 岛上有蓝眼人 就是一个强共识 因为不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 而且所有人都知道 所有人知道这一点 拜托 请仔细看定义 你只是证明了 所有人都知道 在这里可以重复有限次 但是人家的定义要求的是 重复无限次 在第六个层次讨论中呢 我们其实已经证明了 在游客发言之前 所有人都知道 最多只能重复n-1次 那只要不能重复无限次 它就只是一个弱共识 而不是强共识 搞清楚了第八个层次 现在我们来看第九个层次 我们要如何回答 蓝眼睛导问题的各种变体呢 例如陶哲学问的 如果游客在第二天 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 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伤亡 而如果游客是在更多天以后 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言 又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伤亡呢 回答是 如果你理解了前面的八个层次 那你自然就能解答这些扩展问题 而如果你前面就在某层次下坑了 那么你当然就更加如坠云里无里了 那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呢 我已经在8月23日的视频里面给出了 基本的回答就是啊 如果游客发言之后已经过了M天 那么游客就需要指出M个人是蓝眼 或者呢带走M个人 才能阻止蓝眼人全身自杀 继续讨论呢 可以去看那期视频 最后我们来看第十个层次 在现实生活中 哪些现象可以用这个道理来理解呢 回答是 就是我在8月23日的视频当中举的那些例子 有黄帝的新装啊 语言通讯模型啦 摩尔定律啦等等 有兴趣的观众啊 请去看那期视频 这里不再重复 但是这里有一点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啊 经常有人用暗恋和表白作为弱共识和强共识的例子 但是你如果仔细思考一下 就会发现这个例子是错误的 请问啊 在双方都暗恋对方的时候有什么共识呢 真正的回答是没有共识 因此啊 表白的作用并不是把弱共识变成强共识 而是把没有共识变成有共识 这是一个平凡的例子 而蓝领导问题呢 是一个高度非平凡的例子 如果你看不出两者的区别 那就说明啊 你还没有理解蓝领导问题的精尿之处 那许多人犯这个错误呢 是因为把弱共识跟无共识混为谈 请注意啊 弱共识已经是共识了 不要拿豆包不当干粮 不要拿弱共识不当共识 到这里啊 我们终于解读完了 蓝领导问题的所有十个层次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问题啊 能够引出这么多层次的思考 怪不得陶哲学一再向大家推荐的 请仔细想想你达到了哪个层次呢 现在啊 你对于蓝领导问题 对于思维的方法论 以至于对于阅读理解的重要性 是不是认识的深入的多了呢 在教师节学到这些 是不是很开心呢 开心 再来就可以 再来整理解D 感谢观看